作词 李宗盛 提起个家来 家有名 家住在岁德三十里库村 四辈子爱上了那三哥哥 你是我的知心人 你是我的知心人 来喜哥 做军鞋主要是手工 在罗马店投的料开销并不大 是给八路军的募捐 开销再小也是钱 能告诉我多少吗 粗塑的估算也就是布料的钱 大概七八十块打烊吧 七八十块 那要是按好汉鞋来卖呢 能赚多少 连本带利那得翻一翻 你是不打算收钱还是怎么着 不收一文钱 不收一文钱 真的各位 我贺某人不懂得怎么做生意 可我知道 有出无尽 你说这叫做生意吗 川湖你告诉我 这叫做生意吗 我不收一文钱 可八路军 可以用劳动力来偿还 怎么个还法 干爸活着的时候 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把东川的摊地练成一片 修一个大水渠 把三千度母汉地变成水田 一下一秋收两季 产量能够翻一翻 今年估计又是一个大汉年 为了保证收场 我看是修水渠的时候了 但修水渠得需要很大的劳动力 高团长可以动用部队的战士们 突起干上几天 就能完成大工程 剩下的小修小补 还有支渠什么的 那就好办了 不行 我不同意 为什么 为什么 现在的形势太不稳定 根本就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 为什么 要想发展罗马店 就只能这么干 招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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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 不抓不抢 不贪不派 看着没有 欲知响应 愿意来的就报名了啊 乡亲们 兄弟们 这县大洋可不是谁都能挣的啊 国军的粮食也不养闲人 看到没有 地上一个石锁 谁要是能把它举起来 县大洋就能拿到手 谁来试试 有没有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好 延安的大户 把地都分给老百姓了 随得迷址的大户 干脆把房产地产这么一卖 全家都搬到西安躲日本人去了 现在战火已经烧到家门口了 你还在这儿我行我素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小干妈 珊瑚哥 你们怎么看的 我觉得 艺术说得有道理 这个事呢 肯定是个好事 老掌柜活着的时候啊 也经常念头这个事 就是 要是现在咱们做这事 会不会有点玄乎 大掌柜 大掌柜 刘建广的炮奔营 来单东穿了 他们来干什么 听说是来招兵啊 还拿现代阳又招 是自愿报名 能招多少招多少 他们想干什么 你去 把齐班长叫来 小干妈 上虎哥 刘建广这次来 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你们回去安排一下 我过去看看 好 上虎啊 上虎啊 等一下 坐 你先 你先坐 下去吧 还有没有 有没有 别拦着呀 来来来 试试 来呀 老总 我们这儿 没有可征兵的青壮年了 招兵了 招兵了 这次招的是野战炮兵 针金子献银子 要的是个大腰圆 榜又粗的壮小伙子 老总 别白费劲了 你看看 这儿哪有能当炮兵的呀 相信吧 兄弟们 步兵打前战挨枪子 炮兵押后享清福啊 一个月五块享阳 二两烟鱼 住的是城里头 有窑子广 老总 可别这么说 您这不是糟蹋咱堂堂国君吗 大掌柜的 男人们想干啥 你根本不知道 有没有要试试的 姚总 撤摊吧 我请你爹羊肉 喝烧酒去 大妹子 我要完不成任务 上次是要把我吊起来打的 到时候你替我挨丸子 我给你好处费 你给上面浇点 我就成了嘛 不行 这次上次出得许多 下的茬子也硬 根本糊弄不过去 来来来 试试来呀 别站着 老总 喝点茶 看把你累的 行行行 别都看着呀 来呀 试试 我说大掌柜 你去忙你的生意去吧 你说你在这儿 这小伙子们都不愿意离开三十里铺了 我非得挨板子不可 有我在这儿给你坐镇 没人敢骗你 那 我要是再喊出什么难听话来 你可别怪我 你 别没皮没脸的 相信吧 兄弟们 这儿是一大 当泡兵 住的是城里头 漂亮娘们儿 有你玩 泡兵赢可是神仙赢啊 吃喝穿抽全包 还有赌 混好了就能当个大财主 宴上了 当场发五块想阳 有没有来的 老总 你看我怎么样 先给我块钱啊 就你这样的 炮弹卡紧还差不多 再再再 别倒了 照他这样当掌柜 罗马店不败在他手里才怪呢 来 叶叔 你去 签名 来 叹虎 叹虎哥 我这么做 完全是为以后的日子 我不得不这样做 这是你们的事 我不想过来 我也不反对 行不 把你的两成股份 转给叶叔 啥意思你们这是 逼我是吧 签不签 不签 我们俩现在就往你脸上抹黑 你觉得你能洗得掉吗 我这一嗓子喊出去 所有的人就会倒拖着你的双腿 在三十里铺来回地磨你 你信不信 不是 我要是签了这个我 我 你让我以后怎么见封英啊 第一个磨你的人就是我 把你磨得没人样子 然后 然后整警方合理 你们这 签吧 我怎么样 这群人当中我就看中你 救你还像个小夫人 来 继续试试试 看看你力气咋个样 我给国民党当泡兵 正极的响应也好孝须你们 谁啊 绝 看到没有 要的就是这样的大病 知道吗 好 救你了 老大 咱不能去送死 你跟我回家 我说小夫人 鸡不可施啊 瘟瘟姑娘 快求求你 把我劝你那样子回家 这么大个人了 什么事 自己做主 毛蛋哥 你可别忘了 毛女当的是八路军 毛 毛 毛女给家里拿回啥了 屁 屁也没拿到一个 害得我二十好几了 还 还没找到婆姨 白当个男人 说得对 你说什么呢 给钱给钱 不要的 来 签字画鸭 当场拿钱 你叫我啥名字 刘毛蛋 是个小夫人的 头一个招手 再少了三块 一共八块钱 你还真是不懂的 是 妈回家 走 把钱收好了啊 回家告别父老 打东洋 灭共匪 为党国生老 灭谁 这些我都不该说的 都是上面的事 皇上万万岁 百姓日日睡 小民百姓 操那个钱去哪 三十里铺罗马殿 大掌柜刘凤英 这个罗马殿 跟你们白家 到底有什么仇恨呢 从你爷爷那辈 你看你们就 争来争去 杀来杀去的 这么多年了 你说你们还没折腾够啊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这么多年了 我看你们呢 这批账也该扯平了 眼下他们有巴勒军 撑着腰呢 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是 我看你们啊 还是咽下这口气吧 送客 大小姐 走吧 施老药 施老药 这短短几天 东川就损失了十五六个青年 这说明 我们的教育工作 还是没有做到位啊 你见过高团长 说说 后面该怎么办 高团长和县委 都分析了目前的形势 认为联合抗认阵线存在危机 对国民党反动派要保持警惕 防止暴露了我们的共产党员 和进步群众 还要防止反动派反攻倒走 那这么说 刘建广还能翻领不认人 这不是刘建广能做了主的事情 那谁做的了主 这 我一时万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 陈先生 您怎么来了 出什么事了 大长官 我一下才能看看情况 你们前方生意上的事情吧 各位 我们今天再一块儿商量一下 不 是决定一下 罗马店的掌柜该由谁来当的问题 决定什么 家父在世的时候 由于年迈体衰 体弱多病 他在生前呢 做出了一些决定 而现在看来呢 这些决定未必都是正确的 也有很多明摆着 他不符合人情事故 所以呢 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 请家父的遗嘱证人作证 来更改一些不当的决定 你要更改什么 凤英 坐下 咱们都是一家人 不要翻脸 也不要猴急 有话慢慢说 坐下 好 你们说 第一总 解除咱俩的婚事 合不合情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当然同意 我求之不得 那从现在开始 咱俩就是 一兄一妹的关系 不再顶着那夫妻关系的空名状 好 陈先生 你把这个回来记录一下 一会儿咱们一块儿 签字画样 凤英啊 你呢 你对楼马店的贡献不小 家父在生前分给你三成楼马店的股份 你仍然拥有这三成股份 没有问题吧 我不计较什么钱财 我无所谓 凤英啊 你缓一缓 想一想 再做决定 我不用想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 我也无异于此 不强求什么身外之物 我可以放弃 凤英 这可是大事情 不要说气话 想清楚 想明白了 再说话不迟 你们放心 我绝不反悔 凤英愿意放弃罗马店属于自己的三成股份 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陈先生 你可听清楚了 清楚了 第三件事就是更改罗马店的掌柜 一天你就招了二十多 团作 真金子献银子 还真是管用啊 继续 我拨银子 你继续招 我一个炮兵员 也用不着那么多人哪 就以炮兵营的名义招 至于当什么兵 那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可招那么多人 谁养活 上风有命令 人和粮多多益善 你怕什么 团作 莫不是咱们要扩编成旅 不管是教团教旅 有这个实力 上风会掂量得清清楚楚 股权拥有人贺艺书 秦丽萍 许双虎 经过商议 一致推举贺德权的直系继承人 贺艺书 为罗马店的新任掌柜 这完全符合家父的遗嘱要求 艺书哥 你能掌管好罗马店吗 这是我的事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冯雄 不管你是不是古东 贺家呢 永远都是你的家 我不再是你的丈夫 但总还是你的义兄吧 以后 博马店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 还少不了你的帮忙处理 你有什么话 你就尽管说 当初 我当这个大掌柜的时候 是你父亲逼的 今天 不让我当这个大掌柜 又是你逼的 本来 我是想一心一意地 料理好罗马店 可是已至此 也好 我算是解脱了 正好可以找来喜哥结婚 我想说的是 给八路军的那些军邪 既然答应了 就要落到实处 收上来以后 无偿地送给高团长 行 没有问题 陈先生 您可以为此作证吗 行 更换罗马店的掌柜 合乎利益主任 贺德权老掌柜的要求 对了 陈先生 我这边要不要写一个什么 字句啊什么的一些东西 就这么点事 不用了 冯药 你把金库还有账簿的事 都给我移交一下吧 依数哥 以后有什么不清楚的 就问小干妈和拴虎哥 问我也行 你等一下 冯荫 冯荫啊 给我敬烟 冯荫 点啊 你点啊 我怎么觉得 你不配 我跟罗马典没有任何关系 我凭什么给你点烟 窗户 你让托二通知一下七电八铺的那些头头脑脑们 给我敬烟 不要 你来干什么 我在这儿等你 我要跟我爸妈说会儿话 你走吧 那你先说你的 等你收完了 我再跟你说 我跟你没话说 冯瑶 那个鞋都收齐了 一共一千三百双 那就派人送过去吧 已经送到 何方部队了 我知道 你走吧 高团长让我跟你说 说谢谢 他还让我跟你说 他说 你放弃当罗马店的掌柜 是罗马店的损失 也是八路军的损失 罗马店跟八路军 都离不开你 你让我好好捎个纸 行不行 冯瑶 你不知道 贺一书把所有店铺 跟作坊的周转金 都拿走了 老板们都不知道该干些啥 罗马店快烂包了 还一趟一趟往城里跑 谁都不知道他想干啥 我喜欢这个 妈 女儿来看你们来了 女儿有好多心底话要跟你说 你们要是在听尤玲的话 就帮我把这个讨厌给给您拧走 二位老人 您别见怪 我来找凤英 就说两句心里话 没有想敬让您的意思 我这就走 谁啊 可以说 开门 我正忙着呢 这边开门我让人砸了 烦不烦哪 什么事儿 你这掌柜到底是咋当的 撂下罗马店不管 不是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瞎折腾 就是往隋德城跑 你到底想干啥 我这不是把罗马店的底子薄厚 然后摊子大小摸一摸 摸清楚了没有 还行吧 差不多 易叔 易叔 咱当初可是说好的 你当掌柜的 我和栓虎替你打理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你个书呆子 你想耍赖不成 耍赖啊 这事儿太大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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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耍赖 你中邪了是不是 我中什么邪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迷信 天哪 那你说 你为啥把箱子柜子 全锁起来 账布锁在你的房间里 店铺不管 庄稼田地也不管 有你这样当掌柜的吗 小妈 你放心 全三十里铺就我一个人 读的书最多 我肯定会把罗马店 掌管得非常非常好的 我这两天不就忙 我我我账本 我必须得看吧 我得了解一下是不是 以前我叫你们爸妈 你们不答应 可现在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跟贺家的那个空名头 那也摘掉了 现在叫你们爸妈 那也顺理成章 以前我是贺干爸的养女儿 是罗马店的掌柜的 现在我啥也都不是 罗马店的股份也没有了 你们担心的事 还早就没人了 枫杨啊 来洗对不住你 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 那都是命 我又不怪谁 至于以后的事 谁说得来呢 我看 你还是不要叫来洗 再把你赏了 我早就说过了 无论再苦再难 我都生是傅家的人 死是傅家的鬼 封莹 话可不敢这么说啊 妈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是个人就看得出来 你跟来洗啊 是有缘没命 我看 你就别往一个树上吊了 耽搁不起了 我明天 就跟乔洛子去定边 看见来洗哥 我就跟他结婚 生生死死 都要跟他在一起 方英啊 你见过当兵的 看哪个当兵的屁股厚头 还跟个婆姨啊 结婚不是一句话的事 没那么容易 你们不相信我能找着来洗哥 找到归找到 找到啊 也未必能结婚 封莹啊 你要了心事 我们也拦不住你 你去吧 封莹 我是做娘的 她来洗儿听不听的是她的事 她要是不问我也就算了 她要是问我 我还是一开始那句话 你们俩啊 各走各的路 各活各的人 等我再回到三十里铺的时候 说不定 我就带着和来洗哥生的娃娃 那时候啊 你们就算不认我 总得认你们的孙子和孙女吧 管得上管不上 我这做娘的呀 操得心跟别人不一样 妈 那你就往毫里边操心呗 封莹啊 既然你三番五次地来 就别先往书画直 看妈 封莹是个明媚人 就别说了 有啥话 您直说吧 封莹啊 你跟来洗好 这是事实 你跟贺一书是明媒正娶 败了天地 真也罢 假也罢 首先你是贺父的儿媳妇 这满世界的人都晓得 没有错吧 来洗哥也知道 这是头一道 接着你又偷着跑了 又落到了施老药的手里 究竟是怎么出来的 天知 地知 你知 我不知 死老婆子 你给我闭嘴 妈 我对自己负责任 对来洗哥也负责任 跟着吃老药 你又能跟白俊杰家 当儿媳妇 白俊杰就是个畜生 他能叫你抽上扬烟 还能叫你作协生 我是清清白白的 我怎么去的 还是怎么回来的 经过几刀染缸的白布 我就不相信 能什么散都不着 唐长 你 还打呢 打什么呢 您赶紧把这收拾干净 收拾什么呀 一文钱都没有 连个羊毛都买不了 快 北风 赶紧把这收拾干净 还有你 赶紧买羊去 一会儿有钱的时候要过来 那这钱怎么记账啊 记账 记什么账 那话还在说 你现在把这收拾干净再说 您坐着干什么 起来起起起起 赶紧干活啊您 大掌柜 我那咋办呢 你那儿 我哪吵你那儿怎么办 你明天再说吧你 明天明天天天问你 你天天都是这句话 我就这句话了 你怎么着了 你把闲人羞了 谁把闲人羞了 你再骂一句 老子就是骂了 你小子怎么着 你想不想在这儿干的 你不想在这儿干的 你不想在这儿干的 给我滚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何一叔 老掌柜爸显然亏了 挤出了你这么不正气的一个大雄 早知道这样 还不是把你挤在墙上 让老牙坐去了 你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你 小子智能得很啊 你再给我说一遍 放开 说呀 弄死谁 说呀 放开 落马店你挣成这样 你还呼求是绝人 老子今天就把你小子智能冲了 我告诉你 你把我的手弄坏了 你祖宗八半也赔不起 你 这牌子乱成这样了 打不打了 突然你怎么死了 都怎么死人哪 都不可оль 我还没找到 你也不想到处了 你去到处了 我去到处了 那边不够了 我去到处了 我去到处了 那边不处了 我去到处了 你去到处了 你去到处了 老婆 我跟你没话说 凤云 易叔现在把罗马店弄得一团糟 你赶紧回去吧 你要是再不回去 店里恐怕会烂包了 烂包不烂包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已经不是罗马店的人了 人家附家老早就传出口风了 不想要你找儿媳妇 你整天这么跑有什么用啊 你 这不是上门生意吗 你又跟我半天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以后我的事你少管 你有完没完 屎盆子都磕到你自己头上了 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 我的事都干完了 梅子也黄了 玉米也收了 我没事了 小干妈早就把新房收拾好了 就等着你入住呢 打死我我也不会干这乱辈分的事啊 怕是由不得你 怎么由不得我啊 脑子长我脖子上了 又没长在你脖子上 又没长在你脖子上 长到小干妈脖子上了 瞎说 要是没有你的两成股份 没有你的亲笔签名 事情能到这种程度吗 你不知道他们当时怎么逼得我 干爸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坚持共振 所以才费尽心思立下那么一个遗嘱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第一个口子竟然破在你这儿 那你接着 不是也破了吗 事情有因才有果 你要是硬撑着不松口 他贺艺术贺小干妈 能有门吗 要不是你们三个人联手 龙马殿会走到这一步 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凶暴软淡一个 干爸要是知道 你昧着梁夕松了口 他在九泉之下 也会把你掉到房梁上 毒打一顿的 不过 我还是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松了口 我就脱不了身 就不能去找来喜哥了 你要去定辩啊 又到哪儿潇洒啊 三十里铺 你可别再惹麻烦 我这趟气 准够把罗马殿给咱弄回来 哎呀 如今碰上这么个事的 这是人不是人 这口气都大得不得了 我吹不吹牛 你就等着瞧吧 我还没见你办成 几件像样的事呢 有钱没有 要多少 有多少给多少 好几千呢 用得着吗 凤莹啊 我还是那话 你不要走 我早想走了 也早该走了 人有生老病死 物有成住坏灭 鲁马殿命不该绝呀 凤莹 你不能撒手不管哪 好 陈先生 即使是我离开三十里铺 我也会想你的 人算不如天算哪 老掌柜是千算万算 就是没算到徐山湖 会卖了他打下的江山 你再帮我数一下 你再帮我数一下 不就这点东西吗 有啥好茶的 我是感觉好像有点 不是特别清楚 你再帮我数一下看 核对一下对不对 小妈对不起啊 委屈你一下 我一会儿就回来 小妈我 我过几个时辰就回来好吗 我一会儿就过来接你 不行我害怕 小妈你放心 我不会害你的 我一会儿就过来好吗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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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ed毛 你到底要干啥呀 我要拍拍挪马店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分给你三成 如果你不愿意 你跟我一块儿回西安 我给你介绍一个教授 你们俩结婚 你过体面日子好吗 不 不行我不要我不要 你 不 我完全这么做我 我怕你捣乱ró你知道吗 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就回来好吗 你说你别动 义叔 义叔 你帮我出去呀 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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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义啊 他们这是去三十里过 龙马革又出事了 好也罢 赖也罢 跟我都没关系 那咱还走吧 走啊 何掌柜没个好儿啊 想指望你也指望不上 这龙马店是完蛋了 别说了 走吧 龙马店完蛋了 没可以去找胡莱西 可我到哪儿去挣钱 掩护老婆孩子 自己去真的 走吧 杨嫂袟姐呢 你干吗呢 你干吗 杨嫂 杨嫂 快点来看一下 大米子 你看着 一叔 你快站了 你怎么拍卖罗马店呀 双虎 你不是把你的股份 都交出来了吗 所以说这儿就没有你事了 你少带点刺的 你现在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和一叔 贺掌柜的头脚刚走 你这小帽子还在头上戴着呢 你可不敢这么做呀 老子挣钱 儿子华 天津地业 我拍不拍卖罗马店那是我的事 关你屁事啊 你可狗日子 和一叔 你想清楚了 你要是这么干的话 得砸点多少人的办法 和一叔 把这字给接下来 陈先生 这儿有您说话的份儿吗 你个小畜生 行了 没什么事儿人都走吧 走吧 走吧 别在这儿站着了 走吧 别说你 金丽萍 秦丽萍见了没有 早 福音这头刚刚拉了 秦丽萍这头又脱了 你别跟我贫 我问你这半天见没见她 你听我说啊 这鸳鸯床上寻鸳鸯枕 红铃被窝里头拨浪滚 大美女是你找的事儿 我 我怎么能看她见她 你好好说 我问你见没见她 爸 福音刚走把你进成这样就 没出息 赫羽说要卖罗马店 卖 卖罗马店 卖 卖谁啊 行了 赶紧给我出来 去吧 桃花又开 新花又开 新肤的花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一笑白眉声 来来来 来来来 繞着迷花相拢 桃花又开 心花又开 幸福一花而开 蝴蝶飞来 细圈飞来 你一定要回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一笑白眉声 来来来来 繞着迷花相拢 桃花又开 细花又开 幸福一花而开 蝴蝶飞来 细圈飞来 细圈飞来 蝴蝶飞来 细圈飞来 细圈飞来 蝴蝶飞来 细圈飞来 细圈飞来